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不要轻看盲信和盲传的人 小学的课文咕咚来了 从小兔子开始传 经过了小猴子熊以及各种小动物 最后被传成三条腿八个脑袋的怪物 其实最后发现不过是成熟的木瓜 掉在水里发出咕咚一声 这个过程让我们发现 愚昧的小动物是不少的 盲信盲传的小动物是不少的 为什么不要轻看盲信盲传的人 因为这样的人不少 愚昧人世话都信 为什么会盲信盲传 因为很多人是愚昧的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他们 是因为愚昧的人不少 如何打到不轻看他们 我们如何实践 就是当我们看到有些人盲信盲传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想到自己也有愚昧的地方 这方面不愚昧 我们可能是另一方面是愚昧的 所以我们就想我在哪一方面是愚昧的 我要改正我的愚昧 所以看到别人盲传盲信的时候 成为改正自己愚昧的一个机会 祝福你 是愚昧的 是愚昧的